近日,荷兰54岁的卡车司机埃里克·埃福文 从路透单一港口驱车45公里运送水果 不过在运送途中发生了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 卡车装载的24吨芒果变成了芒果汁 果汁从车厢后面涌出,留在人行道上,场面异常壮观 目前他怀疑是因车厢内50摄氏度的高温导致了芒果的融化 埃里克表示,从港口到水果经销商这里实际上只有45公里的车程 埃里克表示,他们打开门时,原本从地板堆到天花板的水果篮子 随着芒果的腐烂掉到他们的一半高 所有东西都散了,芒果完全腐烂了 他说实际上他喜欢芒果,对这样的损失感到很失望 我的福音是道具跟enan picking喔 对不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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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一段表示,第一是烧 belo的